这是一期长虹电视的评测 长虹电视我们的确评测的比较少 主要原因 索尼三星RG还位住高端 海信小米TC2占据了性价比这个定位 中间的厂商就比较尴尬 这种尴尬往往来自于相同定位的产品 它的竞争力不够 那说起长虹 沉起何时 谁家要是有一台长虹电视 绝对是一件贝尔面的事 那最颠覆的时候 长虹妥妥地占据了国内电视一名的品牌宝座 一看合资品牌长期占据国内市场的历史 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品牌的骄傲 转折发生在2006年 在液晶和等离子技术的分岔路上 长虹放手一搏 豪至80亿全力发展等离子技术 但是松下在等离子技术上的封闭和保守 既害了自己 也害了队友 索尼和三星在内的电视场上纷纷转投液晶阵营 失去人心和民意 等离子大军刮不利众 被液晶电视批出历史舞台 2013年 松下彻底停产 等离子电视 坚持了7年的长虹 同样被拖垮 黯然离场 在2022年 长虹电视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力水平呢 那我们此次选择的是 电商销量 口碑都不错的长虹D6P Max 55英寸的版本 那我们的购压价格3499 这台电视主打游戏概念 它支持120Hz的高刷 配备有HMI 2.1的接口 支持VR 还配备有MT9652的芯片和背光分须 从配置上来看 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首先来看 这台主打游戏的电视的游戏方面的实力 在游戏模式下 我们通过仪器测得色准平均Data一直是12.68 这个数值是直接起飞的 1.308的伽马值 也和2.2的基准值相差比较大 这两个参数实际上是一台游戏电视的基本素养 游戏生产大家用的主机都是一样的 所以想要原汁原味的体验游戏 色彩的准确性和伽马值的校准 是正确显示游戏画面的基础 这两个参数不到位 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好在游戏兼容性上 长虹D6P Max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两个HDMI接口真的是不算多 但是其中一个支持HDMI 2.1 这个二号口在接入XS X4之后 显示都是为绿钩 实测VR和ALLM 这两个功能都可以正常的支持 4K 60Hz的新话下面 我们实测D6P Max的输入延迟是14毫秒 这样的表现和其他主打游戏卖点的电视 基本上都在同一个水平 玩游戏不太会有迟滞的感觉 再加上高规格的MT9652芯片的加持 在显示4K 120Hz画面的时候 这台电视没有出现显示模糊的情况 在使用PC接入电视的时候 可以看到在色深的选项里面 有12比特这个选项 证明它的HDMI 2.1接口是48GB的满带宽 但是点击应用之后 显示信号就直接丢失了 我们反复测试了好几次都是同样的结果 所以接口虽然是支持 但是优化应该是不到位的 这个功能是用不了的 这台游戏电视难道只能用主机玩游戏吗 参数调校的问题也被实际的游戏画面展现了出来 在我们的四层四季的游戏色彩当中 长红D6P Max的色彩明显是不太正常的 在对马岛人物的肤色整体上是偏红的比较严重 后面的黄色和绿色树叶的颜色也有些失真 岩石的饱和度同样有偏高的情况 FIFA22游戏当中原本翠绿色的草坪已经变成了深绿色 曼瑟斯特双雄的球衣颜色也有一定程度的加深 指名召唤18和地平线5的游戏画面也是一样 对比度偏低 偏色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 这是一台有着分区背光的游戏电视 长红D6P Max的配置和兼容性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实际的游戏体验的确是比较拉垮的 玩游戏不灵 正常看电视灵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电视的规格和它的画质表现 面板方面这台长红D6P Max 产用的是京东方ADS的硬屏和大多数的VI屏比起来 ADS硬屏的特点是对不对会比较差 优势是可视角度好 不过我们在测试长红D6P Max的可视角度的时候 意外发现画面是真的问题 尤其是低亮度的画面更为明显 我们研究了一下发现 这由于长红加了一层抗炫光薄膜的原因 所以这台电视的抗炫光的表现是不错的 但在强光照射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彩虹纹 但是加了这个膜导致可视角度的降低 还是我们第一次看到 面板支持120Hz的高刷是它的一个主要特性 但在电视开启运动补偿之后 画面还是比较流畅的 不过高速运动的物体破损是比较严重 中低速没有明显的破损 整体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 3499HMI 2A接口 120Hz高刷的面板 性能够用的SoC 还有不错的抗炫光的表现 而且这台电视还配备有分区背光 55英寸版本有32个分区 65英寸45个分区 在这个价位里面也算是规格拉得比较高的了 不过这台有着分区控光的电视 在亮度方面的表现又让我们比较吃惊 长虹D6PMAS的SDR最高亮度409尼特 HDR峰值亮度412尼特 这样的亮度水平在2022年同级别的产品当中 属于比较差的水平 分别位于我们2022版的电视性能排行码 亮度排行到处第二和到处第一的位置 这样的亮度水平还需要分区吗 而且电影模式的最高亮度 我们测得只有130尼特左右 画面看上去非常的暗 对比度方面分区广光没有能够加分 IDIS硬屏的对比度本来就不行 所以我们测得D6PMAX的静态对比度 只有1225比1也就不用太惊讶了 同样使用IDIS屏的Sony X80K 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水准 自然方面长虹在电影模式下 P3摄影覆盖率是95.11% 但是色准平均data一直直接飙到了11.55% 那么有点怀疑长虹是不是没有对这台电视做出厂校准 当然以前的国产品牌基本上都是不做的 直到前两年小米喊出来要做主台校准 自媒体们的呼声终于能够切实的改善消费者拿到的每一台产品 我们的其实还是挺高兴的 在长虹这里面我们还是要呼吁一下 最好还是要给电视做一下主台的出厂校准 亮度和对比度都比较低 色彩也不太准 在电视的实际画质表现 大家其实不用抱有太大的期望了 标准模式下肤色出现了明显的偏红的现象 无论是在线还是本地片源 电视都出现了一眼可见的偏色 比如说这里面化妆的小姐姐 此前我们的测试标杆机 Sony X90G 其实已经有偏红的问题 但是D6P Max的偏红问题还要更加严重一些 手背的青筋片率是非常明显的 那和真实的肤色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长间色方面 D6P Max的表现同样是比较偏的 不管是这里面的花朵还是水果 还是游动的鲸鱼 D6P Max的色彩饱和度都要偏高一些 在电影模式下 它的亮度下降是非常的严重 实际的体验当中感觉真的也不是太好 肤色和长间色都有不同程度的偏色 不客气的说 这台电视的画质 即便是和入门级的Redmi X2022去对比 同样也是不占优势 全游的测试片园当中 色彩的层次都是不怎么令人满意 画面整体的对比度是比较低 虽然可以看到山姆铠甲上的细节 背部的雪山也可以勉强看到细节 但是画面层次感的缺乏 的确是让人有点作然无畏 那在稍亮一些的场景里面 D6P Max的表现 比起那些昏暗的场景要好一些 比如说这里洋葱骑士的 狗白们脸的细节没有丢失 得到了保留 交代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还有黑龙跟火的画面 D6P Max的表现也要比Redmi X2022稍微好一点 所以说调教是这台电视非常大的问题 总结一下这台长虹D6P Max的表现 主打游戏的卖点 该有的配置基本上都配全了 综合客观参数和实际画面的表现 这台长虹D6P Max 也就是基本入门级的水准 虽然加入了背光分区 但是较低的亮度和一言难尽的画质调教 让它在很多测试项目当中 都败给了价值更便宜的Redmi X2022 那大家愿不愿意为了一台没有开机广告 多花这800块钱呢 大家可以通过弹幕来告诉我们 最终这台长虹D6P Max的综合评分 6.35分 还在我们新版电视排行榜的倒数第二名的位置 那对于电视画质来说 硬件和调教是缺一不可的 硬件虽然可以堆掉 但相应的调教和画质优化的技术 就要看各家的实力了 长虹D6P Max用生动的一刻 向我们展示了画质调教的重要性 那作为曾经的彩电大王 我们非常希望长虹能够重塑昔日的辉煌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看到这里 不要忘了给小诚哥点下一个赞 这回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